大家好 今晚也是晚上 又和大家做一個YouTube特審 我發現原來我已經做了三十幾個YouTube系列 就散修修的 每樣東西都講一些 有時候工程、建設、建築、有些技術 國內一些資料 或者原來最受諾是一些香港的故事故物 講一些香港的舊東西 我就叫做 另外也挺振奮的 開始有一個講這些香港典故的系列 差不多接近一萬個規則人 就對我們來說很難得的 因為我不是Hit那些大量被人看的 做一個KOL 我也是很顏色的 把自己的一些意念說話一下 這次我也有一個 算是新嘗試 因為以前我的YouTube曾經接近兩個小時 當然講很多話 好像一個演講 的確是不很多人會看得完的 像是軌跡下去 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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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長就離開 所以我這次做 我希望半小時留置一定行 半小時留置一定行 半小時留置已經很久了 做YouTube 因為我只是講一個單獨的題目 以前一講我就講了很多東西 我開始給大家看一個PowerPoint 你知道我會今次說什麼 我所需要就是分享 今次純粹講這個 這個題目或者成為系列 我稱之為黃偉文老師香港小故事 記得是YouTube系列 今次講舊尖沙咀火車站 其實我開頭說最少講兩個 講了體德機場 或者體德發展區的變化 那麼大化都不用的 這個我30個施錄 其實以我以往的陣容來說 這個就有10歲 但是可能效果很好的 製造期大家也看到了 那個聯絡 因為原來YouTube可以給Feedback 或者給Feedback 不過那個模式 就是YouTube發出來 我扔不回有系統 扔回我的email system 我給我回覆 我覺得很淪盡 我都不敢肯定對方收不收到 用這個時間 看一看我的email 記錄下它 就用這個聯絡我 包括你聯絡了之後 甚至我給我的手機電話給你 大家可以聊天 我再做一些自我介紹 我城市大學 是一個退休學者 我本身是一個工程師 我對建築、機建等 不夠了30年 所以退休 城市大學都給了EV 加了一個Fence CDU是主的伺服器 我都叫做 好了 這個很清楚我看這個題目 那 有很少部份上我拍的 因為我講的典故 但是最後都有一堆 講到近一點 都用我的照片 那對很多年輕人來說 甚至50歲左右 這些中年人士 都印象不深的 我很老實說 我68歲 那 譬如這個照片 我當然定不到日期 因為我網上找的這些 我推照是剛剛戰後 剛剛戰後 其實那張照片也是講的 就搬到酒店 唯一認得 這個也認得到的 我們叫做水警總部 正確 因為以前近海 19世紀 尖沙咀 是一個重點的區域 對面就是中環 所有當時英政府的設施 其實主要是中環的 這裏都守著海港 變得很關鍵 所以總部大流到這裏 如果說回那些時間 現在還在說19世紀 因為變成打後 都是19世紀的中期的味道 去到20世紀 都已經對我們來說 百多年前 但那段時間 水警作用很大的 因為當時 原來海盜很活躍的 南中國海 包括香港也很大 海盜也很活躍的 所以水警 同一時間都不正式 一般的 好像現在的水警 可能做一些 執拿、海盜這些問題 成龍有些電影 好像A計畫 都是講海盜有關的 好了 這裏都看到還有些事情 這個位置是什麼呢 是現在的九龍公越 以前是個軍營來的 原來尖沙醉 或者香港整體來說 很多軍營 甚至去到深水埗都有軍營 這裏可以看到 這個天文台山 現在成為天文台公園 有縱行道的 這裏下面曾經是個 兒童日樂場 尤其是這裏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現在是叫做 沙羅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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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喜來登酒店 我想知道這個歷史是什麼 我懷疑甚至是戰前 可能是30年代 這個位置 用了2、30年 做一個公共披挖 有些上下梯的那些 那些禮拜賽 那現在這個位置 包括到梳利士巴 前面一點 就是地鐵的尖東站 這個範圍呢 鐵路隱約看到 這個位置就是鐵路 那這些位置 戰後 就是我在7年代 是兵房來的 那時候兵房很有趣 一個半圓形 就是很簡易 當時用石棉啞 做一個半圓形很長的 就是裏面有些帆布床 或者那些一般的簡陋的牆 給兵員 當然都是那些低等兵員的 那些 就是英國制代 全世界都會這樣的 包括警察 都有一個叫做Rank Rank R-A-N-K 那個官街 那講得簡易一點 我們叫肩頭 這個肩頭呢 有幾顆花的 有幾顆星的 有幾顆皇冠的 那些肩頭有花呢 那些就叫做Officer 甚至叫Commission Officer 就是向英國下的名字 那些是不會主意的 那怎樣呢 那這裡呢 我為什麼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都用過 我有個小歷史也挺有趣的 那時候我20歲左右 應該是1976年 我參加了一個叫做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 中文叫做 英國皇家義勇軍 那些真的不是做軍人 我意思不是做全職軍人 是副警 我們知道 醫療輔助隊 那些全部都是兼職的 有些有興趣的人 我做了副警 那不需要全職的 那也都要有薪酬 那當時軍人呢 香港當時的軍人呢 都有三種 一種就是英軍 一種就是華籍英兵 俗稱叫水雷炮 有些人都未必聽過 那如果你上網找到的 水雷炮 這個就上網都可以找到 就是那些華籍英兵 是香港人來的 那另外還有一批是Gergar 不過Gergar都在英兵 那第三類呢 就是我簡直說一些 叫做王家義勇軍 就兼職的 那當然全套訓練呢 是接受過的 有軍事訓練 基本的軍事訓練 他用機關槍 包括重機 那些是標準的訓練 那時候我們做訓練呢 有時候集合 我們在這個位置集合 這個位置當時是我所說的 是一個軍營來的 但是當時都不太活動 就是一些叫做 英軍的物業設施 或者土地有他們的應用 所以這個故事呢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甚至有些同一個年紀 都沒有要知道的 就是有時候說 四、五十年前 香港人不是這麼活躍的 住九龍的人很少去香港 香港人很少去九龍 甚至乎都很少到處去的 這裏有些人 沒有時候去那裏 沒什麼的 所以這個港島這個經歷 就是不應該有些人的 那這一邊呢 都算是 現在就屬於尖東 尖東還有很少兩個填海 如果說回這個位置 曾經在十九世紀的時間 鴉片戰爭打後 沒有多久 應該是1960年 當時 這個英法戰爭 還不是八國聯軍 就英國、法國兩個打了進去 原明院 火師原院 就是英法聯軍的事 那之後呢 就 香港 就再割多些給英國 當時鴉片戰爭 只是割了香港島 那這個 這個英法聯軍打後呢 就割了九龍 是界限街以南的地區 那是割的 就是不同的新界租借 那所以九龍的發展是慢一點 那時候呢 這裏就是海邊 這裏就是海邊 就是那個水景總部 側邊就是海邊 那本來講 這個位置是填海填回來的 19世紀 可能是1860年末期 那裏就是填海填回來的 那裏就是填海填回來的 那裏就是一張照片 都講得那麼久 但是我覺得都 我沒有重度高覆 是有種需要性的 某程度 那這個位置呢 是隱約看到的 這個位置 我指著它呢 就是柯士甸道 柯士甸道 柯士甸道去到這裏 剛剛遮住 這裏應該是個飛機引擎來的 就是這裏是 是那些飛機上來的 航拍當時 那裏遮住 這個位置 就是現在的理工樂園 那變成這裏呢 亦都有一個英軍的司令部 現在呢 就是回歸之後 所有英軍樓下的設施 土地 基本上呢 是解放軍全部接受了 是一個政權的代表 其實我個人看法很多東西的 其實解放軍不需要用的地 就是如果是 considerate一些 有些地直接移交給香港政府 幫幫香港政府 那譬如說 九龍江 柯士甸道 和聯合道中間一片很大土地 是解放軍的 或者以前是英軍 那 但是那裏現在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用的 就是解放軍的宿舍 又用不了那麼多 那怎樣也好 那這裏都反映到 香港一些歷史轉折 那這個範圍就是 當時英軍的一個 司令部的範圍 那麽裏 現在是屬於解放軍 好了第二章了 這個角度呢 就看 剛才就看了一遍 現在就 現在我們在這個方向 看過去 那這些樓宇呢 都看得到 這裏 這裏 這張是高清少少的 這些想說這些 這些是什麼樓宇呢 這些全部是貨倉 這裏 我看一看 那 以前的交通 傳統統統統的概念呢 就是 有火車站 那一站呢 一定運貨的 不會獨立的 只是客運的 貨運領這條鐵 最少香港做不到 那 那 說明貨運 那 香港都是一個繁忙的 轉口港 港口是我們的一個 核心經濟 那 那 那些 那些 所以說的很有作用 我們向外面運來的貨物呢 可以上岸 那 然後直接又可以 用火車 運入中國 中國運出的貨要出口 也都 經這些碼頭 就下船 那時候的船是那些貨船來的 是七年代 或者一年代中期 西方才開始盛行這個貨櫃 那 香港到七年代初 才有貨櫃這個服務的 那 那同一時間呢 你處理這麼多貨物呢 一定有倉庫 就是 全世界都是 工業革命大戶 譬如英國 那些運動旁邊 運動就是 運輸貨物 最後才有火車 那 所以在這些運動旁邊 很多倉庫 那 這個概念就清清楚楚了 那同一時間 當然有碼頭 這裡也看到了碼頭 那你們都看到了 剛才這個天明台山 那 這條叫梭利士巴里島 那 那 這張照片我懷疑 就是後期的那麼多 可能是戰後 那 就是五零年代 四零年代之間 那時候 那你發現這個位置呢 都已經填了海了 那 這就是尖東的初步 這裏上面 我指著這裏 應該是何文田 而這個位置 就是 愛倫村 這個位置 那麼常下 就是現在的 何文田的地點站 那 黃埔區 根本都不存在 但是有一個黃埔船 這裡拍不到 那 那 好了 海底隧道 或者洪隧 我們叫做 就197年通車的 那 建造這條隧道 當時有個大工程 尤其是當時幾十年前 現在五十年前有多了 那 那怎麼做呢 他就借用了這塊土地 借用了這塊土地 做那個工場 那 洪隧用一些沉灌的 用一些鋼造的沉灌 那 就是 雙灌形式的 我們大家知道 洪隧 他也有上下行車線 那 其實 一個大組合 這邊一個大鋼管 旁邊一個大鋼管 那連一層當然是鋼板 那 我們叫做 莊嵌那個 沉灌 向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也不夠了 那 他填了部分海出來 大概差不多了 拉 它再多一點 這個無從機構 填了多少海 我找到的 但是 我 這個 這個演繹 不做這些資料手掌 那 做了部分填海 填海呢 不需要大盤 但是就容納了 沙東 沙東這個新區 那 所以沙東呢 是80年代的產物 那 洪隧 1907年通車 那 那 那 田沿海沒多久 就整個土地 那 搞搞一下 應該 80年 正常 已經陸續有些建築物 在沙東出現了 那 那裏有很多故事 這個位置是理工學院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麼說 是 當時理工學院呢 是 是早期的填海而成 但是後期的是新填海 譬如說 這個 紅磡火車站 那些是後期少填海 那 我那時候讀理工學院 我都說了 那 我畢業向理工學院 就1977年 當時都用了部分的土地 做一些理工學院的臨時校舍 那時候不是理工大學 那時候我 我1974年進入理工學院 那當時呢 我的印象是沒有尖東 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 沒有需要 也不是這麼白眼 最終沒有需要 我們上學 放學 也沒有空 那時候我住在北角 那時候北角有船 就是 渡輪 就去洪磡 洪磡 洪磡 就是洪磡那個碼頭 在這個位置 因為當時填了海 都要不做一下 那時候我都沒有 從理工學院那邊 走去佔洞 一次都沒有 那來遠望 那在印象中 當時沒有什麼建築圍 就是因為我做這些 絕豆分 我都是憑我的 當時的實際的經驗 與回憶 那這裡的分析土地 有時間說就算了 好 那火車呢 當然在英國最早有火車的 沒多久之後 歐洲大陸都開始有火車 因為工業革命是在英國出現的 我的記憶呢 第一套火車呢 在英國呢 就1865年 那時候很原始的 但是足以都是一個小圍龍 它不是全部走到英國 約克啊 曼徹斯特啊 倫敦都後期才接到到倫敦 尤其是曼徹斯特啊 Liverpool 是當時的重點工業區 巴爾明顏那些都是 但是很快 那時候十幾二十人之後呢 就去到1880年 差不多全英國都有一條系統 當時那條系統都是簡單一點 不會說 這條系統就打在那邊 這條南北為主走向的一條直路 這條系統的發展都很化的 這條系統 因為是工業 沒有這些火車之前呢 其實工業革命會再早出現的 18世紀初 中期左右 已經出現這個工業革命 因為發明這個蒸氣機的應用 都是18世紀終結的事 但是呢 去到中國呢 第一條鐵路呢 那時候是慈禧太后當權的時間 中國的鐵路發展都很多話說 因為那些列強呢 去到中國都吃不完的 或者英國啊 法國啊 當時是很強大的一些西方列強國家 其他德國啊 那其他德國啊 河啦啦啦啦 比利時啊已經是抹斷了 它的勢力不太大 那他們去到中國呢 那盡量掠水呢 我叫做 可以的 割地賠款 那割地賠款 那都是一次過了 他還要臨時發展商業、工商業、設工廠 他也不需要租價或者不需要在那些厚岸區 在邊緣的地區 他一樣照顧你買地 當然是口取無奪 那些地都可以很便宜的買到 然後就發展工業、商業 另外一個大生意就是發展交通事業 所謂交通事業就一定是火車的 這樣一段段鐵路去經營 拿到授權 那時候授權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要壓迫清政府 因為地方官員沒有這樣的權力批出來 因為這些是國家的貴重資產來的 土地 應用土地 一塊土地 如何應用土地 火車這樣 反地都幾百公里 所以是一個 都是沒有這種的烈強的勢力 拿不到這些經營權 那麼早期呢 我記憶之中呢 是屬於第一代 就是拿到這個經營權的 就由北京呢 一開始北京就很短的 去到旁邊 去到石家莊 一路去到河南省、鄭州 之後就去到武漢 再稍後呢 才叫做京港鐵路 最後一路去到廣州 還有這個過程呢 都不僅只有一個經營 可能英國就是由北京到武漢 武漢打後又有另外一個經營 甚至當時清政府呢 都自己有經營一些自己的火車線 華東區、江蘇、浙江一帶都類似 這個故事呢 都講一講 另外一個就是九港鐵路 九龍去到廣州 那一段呢 當然去到新界才是香港的事 這個我又勝利找一找 很厲害的資料 我印象中好像 十九世紀末已經有了 九港鐵路 當時很原始 應該是一八九幾年 那樣 不是 是可能二十世紀初 因為八角聯軍打後 新界才租借了給英國 那可能是一九零一、零二 很早 所謂租借了新界 已經盡快發展這條鐵路 最初還有趣 有條支線 可能是上水粉嶺 大埔 去沙龍角 這裡也有些香港典故的小故事 有些人有些資料 可以看到的 就是沙頭角鐵路線 當然很快 但最初的關鍵是要來到市區 即是九龍 即是尖沙咀 所以尖沙咀火車站 就不清楚了 當時也很簡陋 可能十年八年後才擴展多些 就是有個鐘樓 還有有個叫做concours 一般這些火車站售票 那些位置都叫做concours 然後就有一些月台位的平台 我用過的 我當時用過的 但記憶不多 因為我住在香港 那時候新界不是很容易 主要是我小時候 那時候我十歲八歲 我記得幾次 爸爸帶我們去新界走一走 其實去新界主要都是去沙田 就用這個火車站 那裡面是黑幫幫的 照明那些 當然也有些東西 但很有限 那些賣票的櫃位 都微微的樣子 然後有個閘口 出去那個passenger platform 我記得幾個都沒有印象 可能有四個passenger platform 另外有些位置停貨卡 那當時用蒸氣火頭 我還記得 那些蒸氣燒煤 那些煤 那些煤通 有兩個 其實火車的煤通有兩個煤通 那些火車頭 一個噴蒸氣 一個噴燒煤的煤灰 燃燒煤 有很多氣體 那些氣體煤燃燒不太全面 有時候有些燒不住 有些灰 我們叫煤灰 這樣飄出來 那最大印象就是 那時候火車要過一個山洞 那時候叫山洞 那叫隧道 那就是施熱山隧道 施熱山隧道 有兩公里的長度 有兩公里多一點的 那可能要五六分鐘 因為那時候火車都是 我猜是60公里以下的速度 那爸爸或者全部人都是 立刻刪槍 那不然就飄了那些煤灰進來 那些煤灰呢 那些煤灰呢 如果黏在臉上 那臉上是一條黑痕的 它是瘦到的黑痕 而且都有一些微的 那些煤油味 那這個很有趣的回憶 那我掃了出來 我猜都不多過五次 就是當時用蒸氣 或者沒有 可能三次兩次的應用我的經驗 那後來就變成柴油火車了 那時候都 開頭都用尖沙咀火車站 去到七年 1974年才由這個 尖沙咀站 諸兩洪坑站 那時候已經在六零年代 去到中期左右 已經不用蒸氣的 不用蒸氣火車 用柴油火車 那當時蒸氣火車 去到八年代 大陸我都坐過 那當時小時候 香港的那些 我偶爾拍照 我十歲都沒夠 那都沒有上機 那甚至連火車頭都沒去過 因為通常開頭都會去前面 我們在後面的火車站 那個月台入口過去 有一段時間都去不到火車頭 所以我印象中 我沒見過火車頭 或者回程那時候有 那時候我去沙田 因為我那時候有個親戚仔 住沙田 我們去沙田探 那個親戚仔 爸爸帶我們去 我們站在沙田火車站 等車 火車頭都會經過我們 是吧 那Anyway 這個是我講得出的經驗 那這裡很清楚 整個火車站看到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入口 那其實那個土地都沒有大變化 那火車站前面有個 所謂巴士總站區 那天星碼頭 那果然就是一個碼頭 那你見這裡 那你見這裡 是 現在所見的 天星碼頭的前身 那這張照片我猜是1920年代 20年代 20年代 就 應該會看到這裡 填了一點點 做了什麼星光行 那個建築物 嗯 那這裡不講字了 那不同角度再看看 那 那 那這個信號樓呢 這個信號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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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信號樓 我這裡有些印象 明明有些印象 那正前方就看到了 那進入到這些 一條條的所謂 有覆蓋的 長廊 就是那些月台 那些火車呢 就停下去這裡 那有幾個呢 我根本不記得了 我印象最小的四個 就 這個另外 藍德呢 就看到香港這一邊 那 做個假設先 這張照片 可能是50 或者40年代 50年代 的時間 因為戰前 未必有上行巴士的 那 那我小孩子那時候呢 五六歲呢 我住香港 住灣仔 那樣的 那因為都 有少量的親戚 住在九龍的 那我們過來探望 都很少 一年一兩次 那已經有雙人巴士了 那 那 那當時你看到香港 根本沒有高爐大廈 那 那這些大廈 未必表示高爐 那樣半山 因為香港根本是個 是個山來的 那山落就是海了 那 很經常的 那個維港呢 就 很多船的 那船都是貨船的 也都有戰艦 因為英國呢 將香港很明顯作為一個 軍事港口 比較低調 還有 也都不需要很多 activity 戰後 英國都不需要 怎麼擁有一個強低海軍 擁有都無謂 因為 它向亞洲的權益已經很有限 影響力也很有限 但是都作為一個低調的海軍基地 另外一個基地就是新加坡 但是去到遠東那一邊呢 就只有香港了 那這些都印象很深刻的 因為這些現象到七年代都很常見 那到七年代呢 因為一九七二年 剛才說過 洪水通車 還沒有通過之前 我們從香港的九龍 全部都是搭杜輪的 那杜輪這麼旺 那個維港 就是 印象很深刻 都一切是我的歷史 那不同光照看一看 兩個年代的差別少少 那這個很明顯是早期些 那但是這個尖三個罪 那一站都還沒有拆 那這張相 Sorry 塞車那張相 可能是七年代初 一看那些巴士 你看到 那些類型 巴士一看 已經印出這些是 什麼年代的巴士 那這張相 當然另外一個角度 都是看回火車站 但好像看到月台了 那些月台呢 通常一個月台伸出去 有兩邊 這邊可以落到下 那邊也可以 那同樣道理 這一組月台呢 也是這樣 那這個就例外應該 這個另外一邊 就是一個簡單的停車場 這個可能單邊的上下 那另外這邊 你以為都不止了 很多個 一、二、三、三組月台 那 那 其實不止的 後面還有路軌的 但是這個月台呢 基本上都是貨運為主的 那時候貨運呢 就是在貨卡那裡推出去 用手推車推的 基本上都是木箱的 用木箱的推來推去 那另外一邊 這個才重要 在香港那邊我都看不到 就是呼應那個 那個 那個上落貨區 那個海港那邊的 上落貨區 那 同樣道理 你看到香港那邊 沒有什麼建築物的 那這裡呢 有沒有搞錯呢 應該就是天馬總部 天馬根本就是一個船奧來的 是一個海軍船奧 那時候我小時候都經驗的 因為我搭車 那時候已經住在北角 搭車會經 那時候金鐘道道 下角道開始都遊 下角道 那遊灣仔開始通道過來 看到那個天馬船奧 這個就 中國銀行大廈 這個匯豐銀行大廈 那這個沒有拆到的 當時原來都很高 因為比起其他的樓 毀了什麼 我上了讀書 那裡半山 那這裡是總督府 我明顯看到了 總督府 那我向這個法人島 這個羅門神道 我在這裡讀書 這裡 再早期 灣仔呢 不能夠從這裡通道去中環 然後灣仔去中環 就能夠經 金鐘道 現在的金鐘道跟以前的金鐘道不同 以前這邊呢 基本上全部禁區 金鐘道也是的 金鐘道向山那邊呢 就是陸軍 已經算了 那個協商為什麼是這樣 我都不知道了 英軍或者皇家海軍 就搭穩了 拿回土地出來 開了一條下角道 大家當然是第一次了 所以就可以通過來了 好了 又是這樣 故事不是說太多了 又是一個多小時了 看回這裏 開始看到路軌了 幾個車房月台也看到了 這裏很明顯是貨卡 這邊是去海邊的卸貨區 這些火車頭會拖著貨卡 香港基本是分開的 客車還客車 貨卡還貨卡 基本上不會怎麼混雜的 有時候 譬如說 10個客卡然後拖兩架貨卡 我所知香港是沒有這回事的 有時候我看到九槓鐵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貨運服務的鐵路 我會講多個小故事 六年代我得知了 我都未見過了 我猜是事實的 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墳場區 叫和合石 和合石 和合石在這個墳嶺 之前小小的支線進去和合石 這個支線是鐵路支線 因為運送遺體都是一個很厭惡的工作 也不方便到處去 而且和合石也是一個很大的墳場區 不是說每天三兩輛 我們叫做那些零車 一般叫做棺材車 聽他們說每天早上有一架專門運送這些遺體 進去和合石做安葬 就拖一卡 當然是好像這一類的貨卡 就放了一些官佈的遺體 直去和合石 我聽我爸爸說的 我猜是真的 他也在另一個角度拿到消息 當作是一個小故事 過到這個位置我都略為有些印象 這裏對後呢 或者這裏對後呢 就是那個蘇利士巴里道遊樂場 英文叫做 Playground 那為什麼 那這些過路位呢 都很常見的 以舊系統來說 現在當然不可能 現在鐵路呢 基本上全部是密封的 就是一般人進不去的 那麼危險 就 這裏開了閘呢 就可以貨車進去 為什麼貨車進去 因為外面的海邊呢 就是貨運為主的一些區域 社貨區 那它影響一些 最初的兩張圖 都看到這些建築 這建築就是那些貨倉 嗯 不同角度再看看這個 路軌和月台的範圍 這裏就很明顯了 這裏離開遠一點 這裏去到尖東那裏 差不多了 尖東之前呢 這個大範圍呢 這裏叫做一個貨物裝設區 啊 Cargo loading and loading area 那這些就以那些 海運的貨物為主啊 那這個片段呢 就看到一個似乎是維修之中的精力火車頭 那背後這個火車站呢 都很清楚看到了 那裏的鐘樓 那整個鐘樓 那不同角度可以再看一點點 那裏 所以這樣說呢 這些地方就有些普通的貨車進到海邊的碼頭邊來射貨 這也更加看得清楚 這裏的海岸史上也看到了 那當時的天星碼頭也看到 這個建築物就是第一代的YMCA 這個位置大家可能知道有個叫YMCA 重建了之後裡面有些賓館形式 也有個禮堂仔 有些機構租用這個地方YMCA 裡面有些空間做一些活動 這個就是水經總部 我盡量搜羅到一些有價值的圖片 我也在這裡展示給大家看 你看這裏是一個繁忙的貨雲區 甚至某程度多大的貨輪 貨輪我估計是五千噸以下 再大一點都能拍到香港 水深廣闊 但是要我目測這些船 五千噸大概 那條鐵路的走向都很清楚 就這裏質物密密密密密 很多這樣的貨倉鐵司 那搬到酒店就看到了 甚至中間多層停車場都看到 這張照片我估計是六零年代 中後期的事 升光行 這裡是升光行 升光行我記憶中是 因為我都看過少資料 好像1966年落成的 原本那個物業的擁有者 就是霍英東 那當時 現在什麼中港城 港威中心都不存在 稍後再講講那裏 這裏呢 我都有一些印象 由尖沙咀碼頭 那麽上下 看過去 就是這個位置看過去了 那當然香港這邊 開始是多了少少高一點的建築物 那我小時候都有印象這些 那這個位置為什麽這麽多 那麽的碼頭仔 碼頭當然不是客運 還是貨運動圖 不止一組碼頭的 一排的 稍後都提到 那裏面也拍不到 裏面就 九龍倉 名字就叫九龍倉 因為九龍倉是一個英資的 做貨運的一個集團 九龍倉旁邊就是叫做廣東道 廣東道一路可以去到左敦那邊 我都走過一兩次小時候 那麽當然人帶我去 那麽那時候 廣東道呢 你進不了這些位置的 一般人進不了 就是從尾到禁區 如果你自己走進去都沒有人理你 那進去就是碼頭區 進去的貨倉 那個倉庫區 那麽 那理論上呢 這些這樣的碼頭 貨運碼頭 可以是禁區的 為什麽呢 因爲有海關 因爲很多貨物要抽順 但是當時這個世界就簡單一點 是由一些所謂海關的官員 那麽監管著 未照上禁區 那麽閒閒也不行 你們想進去的 那麽當然那時候很多 很多古靈精怪的故事 或者黑幕 那時候七年年代之前 有貪污的 那走私留稅 那麽 那麽 就是 那麽過貪污 那麽也沒那麼容易 那麽 這些不說了 那麽 那麽 那麽同樣也是 那麽看到 那麽清楚了 那麽火車站中樓 那麽舊尖 那麽舊尖 那麽碼頭也看到 那麽當時我都忘記是否叫做天色碼頭 那麽這麽所見 那麽小屋子 那麽當然 那麽絕對不會漂亮的 因爲貨倉是什麽漂亮的 那麽就是那麽貨倉 一個整體的系列 那麽都要打過去 那麽那麽 那麽這麽相 那麽你假設是由 那麽這麽這麽建築物 那麽這麽小屋子 那麽後面拍不到 那麽就是廣東道 那麽廣東道呢 那麽剛才那麽碼頭呢 就是那個位置 那麽現在的廣東道一模一樣 那麽進來就是這個碼頭區了 那麽我小時候也有印象 那麽見過 那麽沒有進去 那麽當然離遠 那麽天色碼頭也看不到 那麽搭船 那麽向天色碼頭搭船過來 那麽都看不到 那麽就是這樣 那麽這些很明顯 那麽這些很明顯 那麽當時上落貨物的一些設施 那麽當時大多人力 那麽很多孤雷的 那麽現在叫苦力 那麽搬運工人 那麽以前在香港叫孤雷 那麽真的那麽世界全部都人力 那麽有些那麽的車仔 那麽已經是很大協助了 那麽 那麽這些碼頭區 那麽最少在香港做得到 那麽是有些簡單的路軌 那麽這些路軌 那麽我不敢肯定 那麽接進去九港鐵路的路軌 那麽我不敢肯定 那麽有可能的 那麽才有作用 那麽說出來很奇怪的 那麽我猜沒有幾多人有這麽的經驗 那麽剛才說 那麽沒有很大變化的 那麽沒有很大變化的 那麽路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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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有美國軌 那麽路軌 都要預約貨車 國內這些是很基本的 香港試狗感我就忍不住了 我猜到沒有哪個人能夠說得回 因為當時那些親身經歷的人物已經基本不存在 因為我講這些時間 我都是幾歲 甚至還沒出生 例如這些我還沒出生 我出生的時間已經有現在所見的清醒晚後 我作為一個口述歷史 盡我能力 這裡很清楚看到很繁忙 這個位和剛才這個位 假設都差不多位置 這種高清找到真的很難得 我都見過類似的情況 那時候香港無論什麼時間都是一個很繁忙的港口 就拍滿貨輪 當時貨輪就是這樣 很多這樣一條條的桿 那些桿其實是釣運用的 一支桿裡面有一條鋼纜 當然在樓底下有一個我叫Windsing machine Windsing machine搞盤 拉著一個鋼纜 釣起一些貨物 那些貨物 可以說差不多全部都是木箱 木箱才容易搬運 也都是heavy duty 那些什麼啞通箱 沒有油的 就算油都做不到那些運送 因為那個不夠力的 重量就是力 這個航空照片更加難得 那這裡有幾個泡位 就都有客船的 那現在就簡單 也很普及 郵輪 坐幾車都可以的 就以前呢 客輪呢 軟洋客輪是很少的 就 就是 因為緩慢 比如說 香港都有的 很 可能一個星期一班 頂了籠 或者一個月幾班 就再客的 那香港澳門就簡單 當然是有客輪 那時候六年代 那另外一個都叫做是 有可能是客船 可以服務到呢 就去日本 香港去日本 但是那些不會是定期航班的 如果定期航班 有可能呢 就香港去新加坡 因為香港新加坡的交流都很密切的 那香港去國內都很少 因為大家明白 國內向解放前的 就更加落後了 就是日本侵華之後 叫做和平了1945年 那跟著國內戰又是 就是很慘情 沒有任何發展 那四九零彈後呢 就是共產中國 那時候 共產中國那裡的弊呢 全世界是封鎖中國的 因為共產 所以都沒有可能有這樣的需求 就是用客船呢 將香港送那些乘客去廣州 或者哪裡 不存在 所以唯有比較繁忙些呢 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那時候新加坡和香港很密切的 我也認識有些親戚呢 或者很遠房些 都向新加坡過來 或者我們向香港 過去新加坡工作 那時候 如果真的載客又怎樣呢 很多時候貨船做了 其中有些貨船呢 得體一些 好像這些 因為貨船都是一個大的企業 當然有些 有些小型貨船 那些 但是有些大的輪船公司 那些船隊都 都很得體的 也都提供少量的客倉 基本上這個貨船 那這個範圍呢 有可能多的 有十多個客房 少的有五六個客房 那一樣都可以載客的 那這些 當時 這些舊年代呢 這些都是平常事 那這個自己提一提的 那我當然講過了 尖山一咀呢 現在就是九龍公園 是一個 英軍的設施來的 裡面有兵房 也有些粗連區那些東西 我不敢肯定 會不會有這個 靶場 可能有靶場 香港當時也有幾個靶場 我都用過 因為我剛才講 我是那個叫做 黃家義勇軍 那時候要練靶的 一年多兩次左右 真槍的 那 那 那這裡白色的那些東西 那 那麼捉獲就算是 就是 警察宿舍 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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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警察宿舍 那應該在有二十年前 也就是那個年份 忘記了 所有警察宿舍 開始 要 移出來 給政府了 因為 首先就沒有必須 所以警察都會有宿舍 而且如果警察安排宿舍 早前都可以有些優惠 他就會優惠分配一些公屋給你 當然 一般低層警察 那個人工入息都不會超過入息上限的 但是會優先一些 那現在的警察是沒有這個福利的 這些福利都沒有了 之後就賣地 賣地做了 就是私人發展了 我忘記現在那個叫什麼名字 當然是豪宅 不過 很多這樣的例案 我一一講 這個前面就是 這個位置 佐敦道碼頭 佐敦道碼頭去灣仔 那時候我去香港的九龍 去探親戚 我都去灣仔過來這個碼頭 這個位置就是 當時的 香港政府的 海事處 香港政府有一個海事處 海事處都擁有一隊船隊 有不同的水景 水景有另外的 我不敢肯定 可能另外一邊就是水景的一個船奧 但是海事處擁有的船多很多的 很多公務船 甚至海關都借用海事處的船 甚至乎它服務什麼的 譬如我都試過 當時做一些政府的工作 在離島那些 海事處的船隻 當然是政府部門訂的 訂船 譬如我要去大亞洲 或者交易州 做一些相關公務 政府一般部門 當然是自己沒有船 所以海事處擁有一個船奧 甚至是維修都做了 這個位置 好像避風塘那樣 就是海事處的一個船奧 還有當然有些辦事 辦公地點 一些suboffice 然後這個位置 先是油麻地避風塘 這個第一代的油麻地避風塘 去到這個位置處 現在是旺角 當時在六、七年代 我也用過 因為也有親戚住在那邊 由中環搭船去旺角 那時候有一個旺角碼頭 上船就在這裡上船 上船的位置 我記得叫做豉油街 走進這個街 就叫做新人地街 之後填海 現在所見的那個 就是第二代的油麻地避風塘 其實這裡填海填了幾段 分了幾段填 最後才填到西九填海 好了 這裡又是另一個新言的故事 你可想知道貨倉區的範圍很大 這裡就是廣東道 這個位置現在就是中廣城 中廣城 就是你搭船 現在很多船去大陸的 去廣州 去中山 去紹興 都有 我都搭過 另外這個 再看遠一點 看看紅陰這邊 好清楚了 這幾個貨 這幾個碼頭 主要是輪船 貨船 那些貨船 就要 所以那個cargo handel 就是很原始的 有了這個container 就沒有了 那時候那些散裝 木箱 那樣 在這裡用釣竿釣到這裡 然後就 有些就放在那些座船 那些座船 那些座船就 就是 可能混上另外一個 一個貨輪 向那個 維港中間的 某另一類的 貨船 那些貨船 那些貨物 那些貨物 未必有時候 exactly 就來香港 香港有多少貨物 所以香港是一個 很重要的轉口港 當時的轉口 都這麼繁複的 那 譬如這些大的貨輪 去不了一些 相對落後的區 相對的 比如去越南 越南都有港口 但是不是這麼 航班很重要 為什麼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港口 包括當時的貨 這個container 這麼重要呢 因為它是一個書樓 那你在紐約 或者倫敦 有個貨船來 它不會又停一停 新加坡 又停一停越南 又停一停印尼 然後才來香港 那些大的貨船 那些細碼頭 操作不了 所以來到就來香港 然後轉口 運去越南 運去台灣 移出去推 那這些書樓港口 不太多 那 日本 東京都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港口區 或者橫濱 但是反而不及香港這麼繁盛 因為日本不是英聯邦範圍 那個國際的網絡呢 不及香港這麼強 所以香港是有 當時有這樣的優勢 那時候慢慢發展 那順帶去看看 就是西九田海 這裡真的是西九田海 就 這個位呢 現在這個大範圍呢 就叫做九龍澤 但是當時呢 早期呢 都有一個少量 有些住宅在這裡 我記得叫什麼名字 這個揭露呢 這張照片應該是 可能1999年 差不多 那時候 因為那個 東沖線的機能快線 已經通過車了 就 因為看不到那些 那些工作人員 西九呢 當時我都 叫做一定程度 那些工作人員 就是大型的基建 那時候拍照拍不太多 因為那時候用菲林很快 那 就 這裡順帶 提一提 我們主要就說這裡 這裡可以看到不同了 我們現在整體說叫做 Cultural Center 香港文化區 就這個 文化中心 這個就是太空館 這個就是相關的一些設施 當時還有一個酒店 現在這個酒店已經重建了 叫做 新世界大酒店 那裡面都有商場 那 那 保留了唯一 就剩下這一個 這個現在都大 大做了一個翻新 它都沒有拆 那現在這個就 星空大道就開始 看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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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先看一看 啊 啊 這個就是我背景的一張照 我這裡呢 你見到 我的背景呢 就是我用這張照來做 這個又很珍貴就算了 就 因為 tapture到 拆緊 這個火車站的時間 那時候我應該是入了理工學院讀的 我1974年入理工學院 那 那時候就是 沒有來的 這麼近的 很近的 現在 很近 甚至走過來 都是走 半個小時後多 才可以到的 但是一次都沒有來過 那 就是 如果現在呢 那一定是 不停地 這個相機去拍照紀錄的一個過程 那 Anyway 這個都難得拿到一個 非常難得的紀錄照片 那時候巴士的見到很落後 這裡當時有個尖沙咀遊局 很難得 這個尖沙咀遊局 我都沒有印象這個 嗯 這裡又另外也很珍貴 開始看到文化中心的興建過程 這些資料很難找的 包括政府都不多 政府有的 譬如當時做這個文化中心 就叫做建築處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建築處 那 因為當時呢 現在都在說的是 接近五十年的時候 這張照片呢 應該是 一九七四七五之間 那時候我剛剛入了理工學院讀書 那就是那句 一次也沒有來過 我讀過幾年的理工學院 三年 就一次也沒有來過 就算有來都在橫邊 就是 碰碰碰過 都沒有留意任何事情 那 還有什麼值得說呢 都沒有什麼好看的 因為我都沒有跟這個項目 就是怎樣興建 剛才說到政府都不是 未必有這樣的資料 你沒有以為 這些一定有 譬如說地鐵 譬如當時七年代做廣島線 啊 荃灣線啊 觀塘線啊 那現在 就是政府 都沒有 找不到很多這些 錄像 其實曾經存在的 但是那時候一定用菲林 不用多說了 那菲林呢 這些資料都不會公開的 還有做相關的工程呢 譬如做工程師 一定 他會 拍攝少量的相片 或者指派人去 留一些 紀錄 照片留紀錄 但是呢 一定有一個 賭物的安排 要你們 guarantee 或者undertake 你們以後呢 不能夠隨便 公開這些 紀錄照片 那 完了工程啊 所有這些資料呢 就入倉 還要authorization 才能再用得回 你知道現在說 接近五個年前 就是第一代的接管者 或者那個 擁有這種相片的 紀錄運用權的 一代一代已經過去了 那 而且當時還是菲林 那 一來那個 紀錄系統 就是index system 做得一般 交接來交接去呢 最後去了哪裡 找不回 可能有的 你黃家倉穩 就是這麼多年之後 又要封存的 這些已經有20年的歷史 你不能夠 就是 沒有可能再擁有 冰箱的寫字樓 那麼 做一個不斷的 叫做完整的index 然後送進去 倉庫 那麼 就是每個部門 都有自己的倉庫 再不是 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 黃家倉 government store and supply 就是 就是 在最後 事後就找不回 你說我去找呢 基本沒有什麼可能 甚至 都提不起勁 你說去找 追得去行 勉強 我盡量你找吧 那 後來也找不到這些資料出來 所以這些很珍貴 好了 都要提 這個 清拆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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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 就 都沒有了 剛才所說的 九龍倉的設施了 那幾個碼頭呢 其實已經重建了 現在已經建了 那些碼頭 但是不是以前的碼頭 那 那 這條 九龍道呢 一定都有的了 最後直到佐敦 那 這個階段呢 已經以前剛才建的那些 貨倉的建築呢 就沒有了 那 前面第一排就是升降巷 那 那 就 水徑總部都看到了 那 之後呢 就 建了 這個系列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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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業罪是誰呢 就是九龍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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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回歸之前呢 他就 就是 賣了 那 現在不是英資的 以前是英資的 九龍倉是一個英資機構 那 現在 獨立買出來了 那 轉手了很多 很多次的 就 我 我商業的運作 我不是很熟的 不是跟得很密切 Anyway 現在大家都知道 這個範圍 就是整體講 這個範圍呢 叫做 GATE GATE 另外 去到 尾這邊 就是 中廣城 這個位 中廣城 這個 剛才我講的 這個就是警察宿舍 這個位 就是消防宿舍 這個下面有消防局 現在還在那裡 這個大廈 消防宿舍還在那裡 因為消防員是有宿舍的 因為要 就是二少少輪班 有時 夜晚深夜火燭 那 當值 沒有幾個消防員 那些 那些 就是 後面的消防員 要緊急出動 那 這個 已經是 三十年前的事 但是 如果 稍後沒有多久 這張照片都是我拍的 這些都是賊的 其實 很難說 絕對不會太落後 用了十幾二十年都頂了 那麼 也都不是重建 就起高一點 這個當時這個區域 都是有高度限制的 叫做航空高度限制 就是 所以尖沙咀 尖沙咀這個區域 都沒有什麼特別高留 事後才放寬 因為搬了啟德之後 航空高度限制就全面放寬 透過補地價就可以 起高一點的 樓宇 那這個 怎樣也好 當時都是九龍倉 處理的了 就重建了 現在 我姓美找了現在的照片給大家看 現在 在一個綜合的區域 港位中心 海港城 這順帶都要講講的 就是科運碼頭 科運大廈 196年來學成 我也印得很深 那時候我爸爸 那時候我十一歲 我一九五四年 年尾出生 都是十一歲 不夠十二歲 那我爸爸帶我們來 他說 那裏 知不知道在一個新學成的 直接走走的地方 叫做海運大廈 那時候我十一歲 都猛成成了 帶我來 那進去 你知道 裏面都是一個商場 來的 很新奇 很巨型 那時候 那個年代 沒有商場 最大的商場 那時候 九個一條人 都 不 九個一條人 還可能有印象 那 年輕的人都不知道 都是大軟百貨公司 在銅鑼灣的 那現在的位置都在那裡 但是已經不是日資的大軟百貨公司 那大軟是日資的一個店鋪來的 店鋪集團 那另外所謂的六年代 還有一些相對叫大一點 勉強的叫做商場 就是國庫公司 比如余華國庫公司 華豐國庫公司 這兩個代表性 大一點的國庫公司 其實性質上都是一個商場 因為通常都幾層 兩層三層 限定過萬隻一層樓面積 所以當時 貨運大 熱論規模 面積 那個先進的設計程度 都是很吸引的 那時候1966年 可能年尾 爸爸帶我去 這個都看到了 當時第一代的海港城 仍然在建設中 旁邊還有貨倉都未清拆 這張照片都有很難得的歷史價值 已經有接近六十年的歷史了 這張照片 這個位置稍後都會講一講 那時候你見到好像有貨櫃 但貨櫃都很初步 當時還沒有貨櫃碼頭 貨櫃碼頭向葵櫥大家也知道 因為貨櫃碼頭我記得 1972、1973年才有 培充的貨櫃碼頭 當時都可以用的 但可能是一些貨船 一大一點的貨船會用得著 所以留了這個位置做 cargo container cargo handling 這個位置為甚麼呢 我稍後會再講 這張照片也是很難得的歷史圖片 在興建這個 for for 海運大廈 純粹是伸延出來的海 從工程角度就不複雜 有時現在的工程角度 一邊打海莊 在海裡打莊 當然是難一點 但也並非不行 成本當然高一點 打完海莊 才做那個平台 平台等於一個碼頭 特別大的碼頭 這張照片很難得 這裏現在 這個就不是貨櫃碼頭 這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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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現在老人知道 黑運 什麼大廈 海運大廈 我忘記了 剛才都說過 現在幾嚴格了 這裏是 這裏也是 死了 死了 可能惹了 更加差 海運大廈 這個是海運大廈 海運大廈 拍到很小的 拍到12萬噸級的郵輪 這些郵輪 我早前才找到資料 確認 原來拍到這些 勵星郵輪 郵輪 就去到12萬噸 都可以的 如果在啟德 郵輪碼頭 可以去到14、5萬噸 現在郵輪是很大的 這個海運大 竟然拍到這些 特數 剛才說這個空間 這個位 不要浪費 原來五年前 就利用這塊地 做了一個擴建 現在的海運大廈 就這樣了 這個位 我也有兩次 不太多 走一看 這裏有很多 主要是食肆 不同的 親喝 食肆 上面的平台 都是公開的 你可以 甚至這些位 都公開 可以去看海景 到黃昏很多人 因為這裏向正西 剛剛看到 樂而頭 最後這幾張 這張應該都很近期 因為這個尖東站已經清晰了 可以看到 而這裏 早前的那個 所謂新世界中心 或者新世界酒店 已經拆卸了 在做重建 這張照片我估計都是五六年前 之前的事件 這張很漂亮的照片 又拿給大家看看 通常航拍 我當然做不到 這裏呢 最後有幾張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 剛才說過一兩次 口說 就是水經總部大樓 水經總部大樓 水經總部不是叫大樓 就叫做 Marine Police Headquarters 這裏我發現有跟 這個 我們叫做復修 或者叫做活化的過程 我跟得很貼的 其實這裏是小山崗 這裏是海邊 現在大家都去過 不見這個小山崗 這個建築物 的確在小山崗上 當時開山 我都拍了一些照片 這張照片我從星光行那裏拍的 在天台那裏拍的 細節我不說太多了 其實這個 現在叫做1881景點 或者這個酒店 叫做1881 Heritage Hotel 文物酒店 我下次要講講這個 用我Youtube 這個就是最新的 那個小山崗都已經不見了 做了一個小廣場 旁邊也有些店舖 我猜絕對香港人都會去過 最後這張 這個廣場 一到新年 四兩節都有很多布置 裝飾 很吸引 這個信號談 這次不說 OK 這個是最後 我一開始以為 半個小時都講完 怎料我猜都講了一個小時 但我覺得都應該很豐富 如果有耐性 一定會看下去 我都講過這種說話 非成物要 如果你沒有誠意 就算了 看一點 跳下去 我都沒所謂 好了 我這陣子可能會密些做 我平時試過大半個月 一個月之後才做 我曾經試圖每個星期做一輯 我做一輯都有點準備 雖然我不算準備很多 我都很熱 但是撿些照片 我都 加上我 我一向都很繁忙 很多其他零零碎碎的事情要做 怎樣也好 我都會一個系列是要做的 我大半年前開始做 我做得來都很好玩 也有些成效 很多人喜歡我的 訂閱了我 你知道 YouTube可以 如果有興趣可以訂閱 按 現在有很多百個訂閱了我的 reader 怎樣也好 下次再見 好 拜拜 拜拜